文水星星八十八到九十二,蓝队经历加时苦战,以四分这战西败黎巴嫩,遗憾之声弥漫坊间之鱼,球迷在探讨败北之音,三晚吉映入眼帘, 而杜丰的赛后仅是确因两点值得赏却,蓝队四分吸败黎巴嫩本场比赛具体过程不赘述,直接看蓝队三晚吉,数据为正弱下,蓝队供获24次罚球机会,可队员却仅交出17分答卷,71%发蓝命中率远未达标,如果能够多罚中一球,那宝贵的一分也许就会没有加时,没有吸败,而蓝队糟糕罚蓝已不是第一次, 市与赛对阵新西兰,全队14罚锦9中命中率64%,对阵香港36罚锦20中命中率56%,球队共出现20次失误,这是一支成熟球队所不能接受的,如果能够少失误4、5次,结局也必然会不同,而失误问题亦是顽疾, 在市与赛前的斯杯三战中,蓝队面对芬兰、托尼斯和克罗地亚场军失误19次,而这一战他们亦未能改,成为失败另一原因,无前16分却因武范下场赛后媒体对关键时刻失去无前深表巴西,他与于德豪和可兰白克军武范离场了,注意,这已不是蓝队第一次面临如此困境, 斯杯期间无前与于德豪也都有被罚下时刻,形成的结局,27次犯规,不仅多次送对手战杖罚球前稳稳取分,且还令生死时刻,自己只能目送球队失利,面对以上三阴住就的失利结局,杜丰在后衬胡明轩、陆文博、陶、汉林和可兰白克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家队,我觉得这个学费交得还是值得的, 而谈到与去年能够战胜对手这次却失利,杜丰趁刘晓宇、李慕豪、顾全,曾令旭和李根没来,这支蓝队相当于半支蓝队,杜丰指导球员我们认同年轻球员成长需付出代价这个礼儿,顾犯规,失误何疑理解,可罚球呢?训练半年罚球问题却始终没长进,令,对杜指导关于李根等五名球员没来,半支蓝队总结,个人见解 从实力层面看即便如此蓝队仍在黎巴嫩之上,失利之觉非五人所致,乃以上三顽疾之果 字幕志愿者 杜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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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杜丰 杜丰 字幕志愿者 杜丰 字幕志愿者 杜丰 杜丰 字幕志愿者 杜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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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杜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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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